新的訊息台灣的疫情升至了三級警戒 很多人都會選擇在家自己煮飯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已經晉升為大廚了呢 有一名網友表示在傳統的市場 他買了七樣菜 包含了高麗菜一顆 空心菜兩把 A菜兩把 蔥三把 絲瓜一條 四季豆一包 還有胡蘿蔔兩條 當他要結算金額的時候 菜飯表示 1238元算你1200就好 讓他相當的疑惑說 是我吃米不知米價嗎 還是現在買菜都這麼貴呢 天文曝光大部分網友也認為是不合理說 這價錢好像有點太貴了 如果是我就不會買了 你手上是不是還拿著盤子呢 因為被人家當作盤子了 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菜價也被烘台了 而應防疫不論大家是哪裡 都會先噴酒精來消毒 有網友近期以為是護髮油漏到了整個桌子都是 他想要用酒精來擦拭 但是噴完酒精桌子居然就毀了 桌面出現像這樣的整片白斑 讓他相當的崩潰說 有沒有辦法復原啊 網友紛紛回應說 酒精碰木材是很難復原的 只能把表層的亮光漆磨掉從上 網友對內行的網友建議是用牙膏的 也有人用過嬰兒油擦拭就可以神還原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說法 可以在網路裡面跟我們互動 而現在目前我們看到是賣場公共場所都實施的是實名制 只要掃QR Code就會出現現場所代碼的簡訊傳給1922就可以完成實名制了 不過另一回葉玉蘭就在臉書上面表示什麼事情來看到了 刑事警察直接獲了報案 這疾管家的實聯制QR Code 遭到山寨版的冒名詐騙 刑事局就提醒店家或是場所 務必不定期的檢查出入的QR Code 以防遭不少人士居然給他替換掉了 名證在掃描還有傳送簡訊時 你要注意是否真的傳到了1922 以免連結到了付費的號碼 讓荷包反而大失血 而新冠疫情也燒向了中央部會 經濟部員工確診經濟部長王美花 因為跟該員工有接觸 成為部會首長當中 首位正在自我隔離者 經濟部明明說王美花是6月2號啟動居隔的 但是卻被抓包 隔天6月3號她還出席了行政院會 哀鴻她公開說謊散不假訊息嗎 而陳時中則是指出說 雖然王美花她的PCR採點是陰性 代表前端對社會是沒有風險 但後端是否染疫就真的很難說了 因此要持續隔離 經濟部員工確診 部長王美花也被列為接觸者 成為第一位要居家隔離的部會首長 受影響企業有不同的補貼的方式 它是在前端對於社會的風險性 那是沒有 那在後端是不是會有染疫 那也很難說 所以要持續的隔離 那隔離的時間一般都是從最後接觸日期 這名染疫秘書明明6月2號 就已經是快塞陽性 王美花隔天卻來出席行政院會 直到4號秘書PCR報告出爐確診 王美花才啟動居家隔離 而且時間還回溯到2號 這一黨忍不住開空 難道連居隔時間都可以校正回歸 王美花她等到4號 兩個人的確診報告都出來以後 才開始組織 是不是動作太慢了一些 有需要欺騙社會大眾嗎 有開會 那為什麼你說6月1號就開始隔離 這大道地地的是散播不死的消息 而6月3號王美花出席院會當天 行政院長孫昌以降部會首長拍拍座 也引發群聚疑慮 尤其王美花夫婿顧立雄還是國安會秘書長 總統府緊急聲明 強調顧立雄只需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而且她4月就接種過疫苗 至於與王美花的近期會議 則採用了隔板 而且全程佩戴口罩 從王美花部長到顧立雄秘書長 到蔡英文總統 這關係戀是非常近的 秘書確診部長號稱要自我隔離 卻有出席院會 讓人看得不沙沙 難道是要重新定義 居家隔離 疫情升溫 再不小心就怕這把果會燒向總統府 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